書都傳到它 你去到101 它有兩間店舖 那間叫做倚麗 這個倚麗 看一看 這個紅珊瑚才想 過多大陸客 因為有個彭麗門的照片在這裡 在這裡 看到一座 很特別的建築物 台東名產 台東名產 這些是普通的釋迦 明明這枝不擠得來的 這些都不算大 見過那些更大 這隻是鳳梨釋迦 是菠蘿和釋迦的合身 陸名橋 在山陣 牌坊很漂亮 關山米 是其中一種出名的品種 領隊教我們 都可以買慈尚米 他們兩公斤一包 這次學校 國民小學 關山鎮 哇 多闊 這邊都是佛口 智商地帶 德天獨喉 一年可以有三座米 就是這麽多的 河土都有火車行走 這裏進去就是玉尼車鎮 這是松岳茶園 這是公園 北回歸線公園 這是北回歸線的標誌 再過來這邊 就是有些 講這裏的茶 因為這裏 剛才經過很多產茶 應該是很出名的 當然不少得 來這裏 就去世秀家 有個小小檔 免費奉茶 幫人在石上寫字 這些書法不錯 寫得很漂亮 還有很多這些玉石 有興趣 就要慢慢看 這個是北回歸線 這裏的亭 一路一路一路走 有一個很特別的效果 有黃道十二宮和太陽運動 介紹星座的東西 這裏還有一個日規 這裏還有一些常識的介紹 特色就是有兩條石柱 接著就會一路去花蓮進發 小路進來 先見到這間民宿 這間餐廳 比較有名的 就是吃那個 萬波魚 這裏是它的特色 這些魚本來 就是在海底很深很深的 被他們研發了 現在就可以吃這個萬波魚 酒樓 古色古香 燈籠很漂亮 道友就說 味道都有 萬波魚 這個就是萬波魚的肉 蟹黃萬波海鮮煲 都幾次樣 餐廳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就是整碟 這樣蒸著它 下面就是一個火 這個魚很大條 切出來的腸 也有這個樣子 這個湯 是有骨 有皮 最重要是吃它的皮 骨膠原 嘩 那些女士現在眼睛睛 最後是上去春卷 餡料都像那個皮 上去的萬波魚糖水 旁邊的頭 很好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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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xing 一路有很多野餐用的桌椅 很吸引人,有兩隻長頸鹿 遠一點還有大小馬 蟲樹的氣勢,非同小可 可以打橫地扮過來 一路伸長來生 生到這個位置這麼長 還是很茂盛 這兩隻動物就真的要猜猜是甚麼東西 這兩隻花盆 還有一架車 在客人 車夫就在後面 那些小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